702強震第七天 花蓮縣長徐正衛跟丈夫立委傅昆奇 到花蓮殯儀館慰問罹難者家屬 上香致意判罹難者安息 0403震災罹難者頭七公德法會 現場準備上百份供品水果 將全數捐出發放給需要的家戶 除了慰問家屬傅昆奇也替受災戶發聲 舅舅災民 舅舅災民 重建家園 我們希望能夠比照921大地震的石頭 能夠有6000多頂的核物 能夠讓所有的災民 能夠好好的來安置 是要拯救食材業者 因為它是花蓮 僅致於觀光的第二大產業 韓化中央比照921協助災民 也為這回強震損失嚴重的食材業者 爭取補助 讓外界人關注 日前他在臉書PO出家中 禮品山倒塌被網友酸暴 傅昆奇再回籍 謠言網軍側翼講的所謂的貴褲茶 大家上網看一下就知道 700多塊到1000多塊一盒 這都很平常的家用的這些飲料 大災大難的時候 如果要從中間謀取到任何的利益 即便已經三文 但輿論沒有就此平息 明星文壯博 花蓮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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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